各位早晨,你們看到的時候應該是香港時間,早上9點左右 星期日這個中數應該是比較少人看的 不過呢,就有一宗新聞,我就在這個沒有那麼加速的中數 我就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14號的新聞,應該有人說的 但我發現很多人都不說這件事,特別是移民律師那些 經常說自己很熟英國那些 結果當然在這些會影響到他們生意的題目上面 他們就潛水的選擇 BNO平權,有很多人就問,300萬人香港人是否吃得了國土 當然,最後不會到300萬 因為BNO裏面有相當部份的人,其實是加拿大或者澳洲公民 或者他們的子女 所以其實就不會有300萬那麼多 或者有些老人家,藍絲死都不肯走 那些計算起來,百多萬差不多 但我估計這個百多萬人,即我估計100萬到150萬人 帶錢過來,就算他們不帶錢過來,英國都需要這150萬人 甚至這150萬人可能只不過是剛剛很夠英國需要 我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根據一個智庫組織對英國人口的推演 英國正面暗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減少的危機 因為BNO裏面不合時宜 剛剛在英國人口銳減的時候BNO裏面 這樣就變了,英國有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因為人口銳減會引起很多勞動力 很多市場上的問題 換言之,英國是急需一個相當大的人口數字 如果帶錢過來,更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BNO大平權 基本上不會得到什麼反對 相反是要怎樣去保證有100多萬的人 過到英國,我感覺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譬如說,因為英國有加自由行動 或者重新跟EU開回VDON行動 這些就變成是一定要談的問題 就是之前就覺得,英國受不起這麼多人口 但是現在的調轉,英國人口暴減 暴減就是另一件事 這個你看回圖就明白了 這個圖是,這個是一個智庫組織的圖 說的是,英國人口增長的,由去年 這個7月到9月,到今年7月到9月 英國人口增長的變化 如果你說,其實最主要是看這個 是要批評的,OK 即是非英國出生的人口 即是一些外外移民 正增長是大減的 即是減到,即是減到的話 倫敦和英國其餘地方 一起減起來,接近130萬人 OK,這個就是這個圖 告訴大家,你看最右邊就可以了 最右邊的那個儲 即是就算英國,我還沒計算英國出生的那些 夠不夠,這個是很難說的 即是,當然,你這樣過去一年 英國沒有了整130萬人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其實,如果英國少了80萬人 即是,即是,就算山仔 你講新,New UK born的人 原本是,預計七十幾萬 就80萬人 但是,現在有可能因為武漢肺炎 只剩下50萬多萬人 換言之,一個人口去到這麼少的情況之下 即是,暴減130萬人 你英國要考慮的問題就是 如何死回130萬人 因為你現在沒有UK的FDWM 如果之前有UK的FDWM就很簡單 盡可能你有就業職位就吸引EU的人過來 但是,本來EU的人已經開始少 其實,Brizzik之前 東歐來的人已經開始少 第一,Brizzik造成的社會氣氛 有些東歐的人已經不想來 第二,東歐自己的國家開始有錢 開始有自己的產業 即是,除了俄馬尼亞、布加尼亞兩個 新的東歐加入的成員國都有錢 你記得黑俄地亞就明白 黑俄地亞是去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你一般新的EU的國家 都是一個新的勞動力樂園 但是黑俄地亞不是 黑俄地亞反而是變成了西歐的退休人家 去退休的地方 因為黑俄地亞它面對亞德里亞海很漂亮 還有一些意大利的公民回去 即是,有些就落腳在斯洛文裡 有些就是以前意大利控制的 亞德里亞海的地區 有些它現在是黑俄地亞控制的 那裡的海濱地區 有些意大利人選擇回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變成黑俄地亞 為什麼黑俄地亞入神根區呢? 一來就解決疆界問題 那些跟意大利、斯洛文里亞 那些糾纏不清的關係 但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它知道你入了神根區之後 就可以吸引一些意大利人對應居 那現在就變成一個有利因素 所以你變成就是 其實現在東歐的淨人力的增長來源 其實來來去 都是說的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 但是這個國家開始有戰 還有羅馬尼亞本來有德語社區 真的有人說德語的 羅馬尼亞 它吸引了部分原籍羅馬尼亞 德國有部分原籍羅馬尼亞 在德國和奧德里 那些老人家國 那些都是歐盟 它不是神根區 都是歐盟 變成了整個歐洲 本來已經是淨人口 如果那些老人家去那些地方退休 其實你已經不會有 卡洛利亞和和羅馬尼亞 不會有什麼爭取出口給你 其實已經沒有了 它不會出口給你 那英國怎麼辦 你現在少了一堆人 歐洲又救不到你 因為你現在短期內 我估計 就算是重開飛行動 都不敢太陽 它有什麼準備 你想想 EHIC 就是European Health Insurance Card 現在改圖換面 艾洋圖掛狗肉 改名就是 Glob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我頂你了 Global Health Insurance Card 就是EHIC 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知道英國是有準備要重開飛行動 原因是因為人口對於暴減 如果你說沒有廢死一堆人 或者有一堆人 甚至沒有廢求為政經 沒有了勞動力 那時候 我想問 你哪裡來勞動力 你關心也好 錢也好 我怎麼搞 英國 我現在沒有了一百三十萬人 沒有了 你現在就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BNO 就算我都關過去的話 英國都一定成熟 因為英國開始是人口暴減 它一定要填了一條數 就好像二次大戰 這個報道就說 是二次大戰以來 最嚴重的人口暴減的暴暴潮 二次大戰 大家知道什麼事 為什麼二次大戰之後 會歡迎Rim Rush Generation 由加拿比海的英國殖民帝國 即是英國殖民帝國 不夠勞動力 真是不夠勞動力 完全五點 那時候英國就算窮 沒有人更大於窮 Rim Rush Generation 是這樣的背景 我告訴你 但是現在英國就是 又要錢又要人 那哪裡好得過香港 很簡單 這個事情很簡單 甚至重開EU 和EU搞Feeder of Movement 英國都還成熟得起 因為很好實說 如果和EU重開Feeder of Movement 都是頂著要當的 因為那件事有風險 重開EU和Feeder of Movement 你敢拍一部分香港的BNO 如果是選擇 在歐洲EU 即是Feeder of Movement 沒錯 英國是分享 他幫英國分享的負擔 但是 你一個人的另一面就是 你這班人其實和你英國搶錢和搶一樣 歐洲是要人的 因為歐洲人很好 發得太嚴重了 歐洲 歐洲也要人的 歐洲也不夠人的 很好吃 但是現在他不可能吸納Turkey 為什麼德國難民吸納難民呢 這個問題 好像新的德國 現在CDU的新黨魁 是我的州的總理 當然他很奇怪 但是這個人在難民問題立場 是頗為大外左膠 就是Anderl Merkel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 其實他算過 首先就是 很多難民都不理我這個州 因為我這個州貴 普遍偏貴 因為我這個州相當有錢 德國最有錢的三個州之一 就是拜仁 NRW和巴登扶藤堡 三個最有錢的 這是此其一 但是另一個 那個 我們的州總理 最初算的盤數是這樣的 因為當然他沒有其他 沒有另一個候選人那麼大 但是問題就是 他算的就是 他算了一個 沒有那麼保守立場的其中的原因 就是 我這個州的動力也是不夠 如果那些難民人 能夠填了一些數 譬如那些基層動力 譬如你說 駕駛Uber 駕駛的士 駕駛貨車 那些 都是慢慢緊 因為 德國勞動力不夠 這個問題是好 令很多工廠沒有跑 不行的 你就算用機器 也有些東西 不可以用機器袋 譬如你駕駛貨車 怎麼可以用機器袋 我告訴你 你不會夠膽 我找無人駕駛貨車 你不敢的 因為貨車複雜很多 貨車其實是比私家車複雜很多 因為私家車 一來相對小 第二 你私家車再來再去 只有兩三個人 你貨車再這麼多噸貨 車又重 你擺位 又會影響很多交通情況 會很不重 那不同的 所以你見到 連德國自己都會搶人的時候 你就知道 現在BNO這個太平權 這個背景 香港案無期的原因是 政府可能會動手 現在局勢正在惡化 大家知道 但問題是 你見到英國突然一夜之間 沒有了 抗疫情的聲音 當然沒有抗疫情的聲音 現在沒有人 沒有人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有些工沒有人做 這是一個問題 接著 你沒有人的問題就是 你有一些行業 你需要一個人口基數去 維持職位 現在你沒有了八三萬人口 八三萬人口走了 在英國生產 但是X 你沒有了八三萬人口 你那條數怎麼搞 你想想 就算我生產 你生產自然死亡 你扣了自然死亡 你見到外外人口的走 都是正數 因為 死亡和出生 通常都是一比一 一比一對換 你記住 你不要說 我聽到剛才的抗疫情 好像有幾十萬人生產 你不要忘記 生產還生產 OK 你剛才的測試 右邊那個已經很少 近乎沒有 那條數是和了數 這是第一 沒有那麼多人生產 但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沒有人生產 又有些人走了 很大件事 自然增長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沒有死了很多人 你不要忘記 自然金針超低 生少了兒子 但是死人多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跟著很多服務 社會服務會萎縮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你人口是要一個 穩定的數字 無限制一次過 吸引大的外國人人口 當然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一下子 大人口的累減 是會造成失業 你會引發社會動作 也不可以的 這些事沒有人做 沒有人照顧 也不可以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 BNO大平權的社會背景 其實就是 英國它可以吸引一個 近乎自己一個國家 人口 香港進來 真正的原因 其實就是 因為 我想 大家心知同明 就是 已經 英國需要人 rather than 就是跟我們這樣的方法 是很不同的 英國需要人 所以如果英國需要人的情況之下 我吸百三萬 我吸二百萬 沒有所謂 而且這個也會變成一個機會 因為 其實有很多 就要職位空缺 當然 你問 現在疫潮 實行經濟不好 正確來說 應該就很多 當然有些LTR 我都知道 未找到工作 有些 但是 我看到相當多的數目 是找到工作的 其實 其實 都不需要怎麼被有人搞 因為我知道 這個案子 當然 英國不是天堂 但是問題就是 你說會不會 因為英國會殺黑食呢 你過來 不會 即是 你英國 即使除稅後收入 肯定好過香港 香港 那些樓價 那些租金是什麼 你搞清楚 所以你看到那些五毛 不斷亂說話 那時候 五毛亂說話 你看到五毛很可愛 它說起來 只有個別例子 將個別例子 無限放大 然後 那些人協議 以為個別例子就是所有 這個是 那些人的邏輯 但是 現在我不是跟你說個別例子 我剛才說 是一個很清楚的 有一個智庫的研究結果 它就是知道 英國真的人口是出現嚴重的 人口會暴減的問題 人口暴減的問題 就算重開 肥德爾爾夫 都不會是方法 因為歐洲整體人口都不夠 歐洲甚至是因為 羅馬 因為你沒有肺的問題 死了那麼多人 其實歐洲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 換言之 你香港的手足 過了去英國 或者過去歐洲 過完歐洲之後 落地生 相對好的環境 就會願意生多一點兒子 就算是這樣 都不是造成人口壓力 是需要這個人口基數去 回復這次武肺所造成的衝擊 那一刻慘 所以你說 你武肺之後 全世界的人口政策會改變 當然不是美國 美國就不同 美國不可能再開放其他人口 但是英國就是至少 它正式的國家 的移民是會歡迎的 所以英國的香港 BNO幾百萬平權 又不用付福利 如果是全部平權 你不用付福利 你變英國公民 你都要三年 頭三年 你要住三年 我才能付福利 其實 有一群交稅的人 進來很著數 又帶錢進來 很著數 大家對人口政策 已經改變了 因為那條數據 這次武肺造成的人口銳減 實在是太大 是大得很厲害 美國 我不知道會不會改變美國 但是美國 如果武肺依然會引發 就是相互 而且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你現在 你那些民主政治的事情 你可能有一些州份 會突然間 人口銳減 人口的職業巨變 那時候又不同 所以 我想 為何收容香港手足 這方面 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海外 西方現在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 甚至現在已經收緊了 你看到美國 就好像 鍾勝雄那條人 鍾勝雄那條人 現在我覺得 他何時出來撤覆 現在 美國 真的收了 在台灣那些手足 當年鍾勝雄 不斷問 那些手足去了哪裡 在民進黨政府 我想問 鍾勝雄是不是中國間諜 現在一如我所說 我當然說得對 要去美國 因為他在台灣有危險 那當然送他去美國 對不對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問鍾勝雄那條人 你想怎樣 有人找人追回鍾勝雄那條人的數 叫他 這條人永久潛水 這條人差不多 這些人要鞭屍 說真的 但無論如何 我想如果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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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說英國是天堂 但你說 會不會 擔憂英國沒有事情做 那些 我想如果英國是為了 要怎樣 挽救自己的人口基數的情況之下 去搞BNO平權 就是去BNO平權的話 其實 你不休沒有事情做 甚至英國可能想你早點過去 所以我覺得你沒甚麼好害怕 反而就是我覺得 我不是說液學的 我不會說液學的 但是 今年的春牛圖 衝性就真的不太好看 會不會說 現在是有甚麼原因 出現無差別人口銳減的 遠東或者香港 但是中華地區 我覺得台灣未必會人口銳減 但是我覺得中國和香港人口銳減 無差別 我覺得原因 不過有不同的 一個戰爭 一是瘟疫 一是 飢荒 因為有瘟疫 即是往往有飢荒 隨便一樣 即是春牛圖說的話 是不是好事 我看到那個不是好事 但我不懂得說大元空 那個不是好事 即是我不是大元空的專家 我不是液學專家 如果這些加分別是液學專家 但是我 你知道液學這東西 它不是科學 OK 只能參考 OK 不知道怎麼解准 我們人類很多東西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 如果你照現在客觀的那些 形勢再推一段一下 沒有甚麼好事發生 我看到 如果你這樣說 你早點走 又不是西方沒有機會的 情況之下 為何不現在氣行 如果還有等下才 香港還賺到錢 我想 有些人是沒有提供過背景 訊息給大家 我想問一件事很簡單 中國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 怎麼會繼續好勁 我想問 香港怎麼繼續好勁 你告訴我 怎麼好勁 好勁的基礎在哪裡 我想問 很簡單 下次我問這些人 他們答不出 當然我現在知道 因為 最終最終的背景 我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 因為習近平是白卡領導人 但是 白卡領導人 除了對香港人白卡 他所有的管治 一定是一個白卡水平的管治 那個時候一定有很多奇怪 亂七八糟的事情發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甚麼 君子不立為場之下 為甚麼不走開 我看到的案子 大概超過一半 因為他們 下到英國 已經馬上有工作 結果 其實他們 反而沒有甚麼 因為 你說收入銳減 又不是很高 你猜香港收入很高 有些收入好了 結果 其實他們 要洗儲足 那個 其實 洗得不是太多 雙方 雙方已經開始儲錢 所以 我想 大家 當然 你現在知道這樣的社會背景 你就懂得衡量 究竟會出現甚麼社會環境 是甚麼 你可以自己衡量 少一百三十萬人口 這不是普通數字 今天第一節說到這裏 第二集 我就下午再講 下午或者甚至晚上 我希望今天 不會再加速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講書 以及講加拿大撤僑 簡單 就是這樣